戴著黑框眼鏡一頭短髮 跟在柯文哲身邊 他是綽號叫橘子的記要秘書 許芷瑜也被認為是柯文哲親信 週刊踢爆他是精華成案的關鍵人物 負責柯P的現金思障和USB 疑似掌握金流 甚至比已經被修壓的大帳房 李文宗還核心 我之前跟橘子還算不錯 我相信很多的面談等等的 那這個許芷瑜都有跟著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連他連得非常緊 到底柯文哲的USB 除了現在檢察官手上的USB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USB在許芷瑜手上 許芷瑜當時被柯文哲聘為社會局記要秘書 不過外界爆料他人倒是都在市長市 還有地下主席支撐 就連柯文哲到桃朱影員 他都能陪同 而根據周刊報導 早在簡連發動搜索前 柯P就曾叫他出國 8月27號他出境抵達日本 還被柯P叮囑把錢保護好 會這麼信任他可能是因為 彼此事遠親關係 正在柯文哲在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將他的遠房親戚橘子安插在他市長的辦公室當實習生 當時我們就質疑說市長的辦公室本來就沒有實習生制度 為什麼你要安排他 早在橘子踏入市府時就曾被質疑是柯媽媽引箭 而他的身份可不簡單 是已故台灣醫學之父杜聰明的曾孫女 不只是親信他是親人 柯文哲跟財團的這一些金流 是不是其實許子瑜才是真正掌握最多 許子瑜應該要趕快回來 鏡周刊的爆料內容可以說是各種烏龍的集大成 我記得上一個被說成潛逃的不就是少秀沛嗎 結果證實了是一場又一場的烏龍 拿著錯誤的資訊不斷的在未審宣判 周刊雪球越滾越大 傳出連省慶金心腹朱雅虎都承認行賄 不過柯文哲面對調查卻一再逃避 檢調日前第五度提訓柯P追查金流 不過他卻使出怪招 賴在社房拒絕出題 而周刊爆料這也不是第一回了 一個多月前首度硬訓被質疑收回 他還打算直接掉頭離開 就看柯P時空否認 到底有沒有行賄 隨著調查進入深水區 真相逐漸浮現 現在這個橘子的角色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關鍵 因為今天周刊爆出這一位 這一位短頭髮的橘子徐芷瑜 他不只是柯文哲的貼身帳房 過去也兼市長秘書 那當然最重要他的身份 是遠房親戚 現在已經是親郎 有血緣關係的部分 不過很巧的是 這麼樣的剛好 他在8月27號當天 坐飛人家出國 聽說是到日本去 好那這個呢在8月底的時候 也就是簡聯發動第一波搜索之前 周刊爆料說 傳出他當時就接獲柯文哲的指示 緊急出境 而且喔其實很巧的是 其實8月底左右 應小威他也趕著要出國嘛 當時不是說要去香港幫媽媽買藥等等的藉口 可是後來呢因為被禁管 所以在機場被攔下來 可是橘子當時還沒有被鎖定 所以呢他早一天直接搭機就飛往了日本 那不過現在民眾黨的說法是說沒有啦 什麼說什麼畏罪潛逃 沒有啦 林真宇說人家他是去遊學去讀書 那這個橘子的角色 我先讓這個余將軍來幫大家分析 現在你看到李文宗是要玩什麼 只是同學而已 人家在親郎耶 人家這個遠親耶 來余將軍 柯文哲他的親信 人家說人馬人馬分為人跟馬 李文宗是馬 馬是用來騎的好不好 做牛做馬 幫我喬事情 幫我去找金源 幫我去把處理這些金流 那是馬在做的事 那是牛馬在做的事啦 幫我立下了漢馬功勞 對不起你還是牛跟馬 你只是幫我做事的人 那麼什麼叫親 什麼叫姓 親家姓 哇那不得了 因為今天如果柯文哲得到了這麼多的利益 或者這麼多不好處理的金錢或者財務 如果直接給陳佩琪 應該有給 但是不能全給 為什麼 太明顯 自己老婆你這個躲不掉嘛 政治獻金要報 參選要報 檢調都會查 自己老婆 如果你把大批的金流給他 讓你多到解釋不清楚 你害死自己 因為選舉的時候馬上就要財產申報 因為你2014 10年前 從2024你向前推到2014年 你第一次參選就有做財產申報 10年後再跟你財產申報做個比較 那個落差太大 因為夫妻合併申報 太明顯 太笨 那如果給兒子呢 給女兒 說句實話那也太笨 一定會查的嘛 那可是你如果給李文忠 或給李文娟 或者是給其他的人 萬一他捐款落跑怎麼辦 那有風險 對不對 錢你拿 老我做 不甘願啊 那找一個什麼樣的人 可以相信又不能太近 叫遠親 對不對 我可以相信你 可是你離我沒有很近 什麼叫離我沒有很近 我不講沒人知道 對不對 這位舉止 如果不是柯家傳出他是遠親 請問在座有誰知道 既然是遠親就是不好查 而且他是遠親 好像是柯媽媽說的嘛 這個周開是嗆血的 柯媽媽講的 如果柯媽媽不講 請問在座誰知道 對啊 什麼人會知道 那死了也不行 那個遠親就是在族譜裡找不到的 而且真的很遠 真的很遠 真的很遠 柯媽媽表姐的誰 嫁出去的 對 你要把他連上關係 只有自己人才知道 否則一般的人絕對查不到 所以這叫遠親嘛 既不會讓檢察官輕易查到 可是呢又有那點關係 這叫遠親 所以是最好的選擇啊 所以今天民眾黨的這個 前發言人陳志涵當然不舒服啦 因為人家說你是局外人 這樣子一比你要怎麼比啊 對不對 他一定不開心 你當然不開心啊 因為周刊裡面有寫說 陳志涵好像Grace講啦 陳志涵哪有算什麼 人家這個局勢 對 你是在自己人 對 我幫你這麼拼命 對不對 群贊 我贊群狼 對不對 我拼個命幫你怎麼拗怎麼講 而且我該哭就哭 是不是 我該哭 我該挺 我該被罵 該被圍攻 我都做了 可是對不起 你少分析了一項叫血統 你就沒有啊 那沒辦法 你就沒有啊 人家就是客家的遠親啊 你是什麼 你只能算是人馬 裡面的馬 你永遠沒有辦法作為親信 親人的人 這樣差一口了 差了一段 但是沒有辦法 這就是命啊 這就是命 但是我換句話講 他說這位橘子 一定是出去念書啦 去遊學 真的嗎 很簡單 看他什麼時候回來啊 检方都通知了 都已經通知你到案了 如果通知你到案 你還說不行 我想起末考試 我考完再回來 各位你相信嗎 考試會比通知到案嚴重嗎 如果說不回來 一個禮拜不回來 兩個禮拜不回來 三個禮拜不回來 我告訴你 不用解釋了吧 不用解釋了吧 就是不回來了 再不回來 可能就要被通緝了也很嚴重 到了通緝還不回來 就是說他身上 所扛的風險 遠遠超過回國 台灣身份證 對我們來講是最重要的 我們回到台灣 就是我們是這個國家的人啊 我們是這個我們的全部啊 當你被通緝 你可以捨得不回來 就表示你台灣人的身份 永遠比不上你所背負的說 把錢保管好 這個錢的價值 已經超過你台灣人的身份了 所以說這才是檢方擔心 我們懷疑 但是你說橘子 到底是不是他的大帳房 是不是捲款聚資 現在都不知道 我覺得最好的方式 就橘子你回來吧 你趕快坐個飛機飛回來 趕快說清楚 日本回來不遠 三四個小時就回來了 回來以後 把事情講得清清楚楚 放心你又不會限制出境 因為跟你無關 怕什麼 回來講清楚 一來幫阿伯脫罪 幫阿伯澄清 第二讓陳志涵安心 第三 不要讓你們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媒體辦案 來主導 就回來嘛 到現在幾天了 8月27號出國 為什麼到現在沒見到面 而且呢這件事情是今天才知道嗎 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不是 因為認識他的人不少 很早之前 最後一些台北市議員說 還有一個遠親在國外 認識他的人不少 他可以柯文哲 把他放在社會局當機要秘書 然後在市長室做事 這個關係就不普通吧 因為你是社會局的編制 卻到市長室做事 社會局長絕對不敢講話 市長是隨便人可以親近的嗎 對 隨便可以到市長室去嗎 幫他的機要秘書嗎 幫他安排這麼多事情嗎 我覺得絕對不尋常 所以如果今天民眾黨要證明 或是局長要證明說 都亂寫 快回來 快回來 說明白講清楚 把你所有的證據說 哎呀沒有 柯文哲說我把我錢保管好 所以我年紀輕 怕我到日本被人家騙 所以就要把錢保管好 他那個所講的這個錢 不是那個冷錢包的錢 這個錢是我自己的錢 如果是這樣 就是長輩對孩子的叮嚀 需要這樣嗎 柯文哲在 柯文哲的兒子女兒出國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說 如果有 那可以解釋 柯文哲的兒子是不是也在日本 也在日本 在日本念書 他的孩子 自己的兒子也在日本念書 那麼柯文哲有沒有以爸爸的立場說 小柯啊 出國錢保管好 如果有 那這是柯文哲的習慣 如果沒有咧 關心兒子 不比關心橘子 那我寧可當一個橘子 我不要當兒子 對不對 所以我才講 這是一個常理的推斷嘛 如果柯文哲對兒女出國都有這樣交代 那是習慣 如果沒有 只對橘子 那說句實話 難怪檢察官 難怪媒體 難怪我們這些評論員 會懷疑 所以橘子回來講清楚 那一切都清清白白 我們祝福你 真的 這個嚴若芳議員今天說了一句話 我覺得蠻貼切的 來跟宇翔分享 嚴若芳說橘子紅了 柯P慘了 現在橘子一時之間 全台灣的人都認識了 本來過去只是柯文哲旁邊的一個小小幕僚 哇現在直接越上媒體版面 那剛才宇翔這邊要補充 剛才我們在講遠親 像柯媽媽曾經在公開場合也講過 我這個遠親是有多麼遠 我們來聽看看 這個遠親非常遠 這個遠親 據柯媽媽柯瑞英女士所說的 何瑞英女士 何瑞英 她的這個遠親是 表姐的女兒在嫁過去那邊的孫子 那同時 表姐的女兒在嫁過去那邊的孫子 同時這個橘子 她還是杜聰明醫師的外孫 所以當時柯文哲在這個 他是曾孫了嗎 曾外孫 曾外孫 這是一表三千里 對就是曾很遠 非常遠 兒媳婦啦 對 非常非常遠 外婆是杜醫師的兒媳婦 對 杜聰同兒 這非常遠 所以你從橘子這個人的出現 可以有三個意義 第一個就是 橘子在8月27號的時候出國 8月28號檢調發動搜索 所以民眾黨一直在講說 這個是司法破壞 是民進黨破壞 法院是民進黨開的 抱歉 這個8月27號的時候 另外還有一個人 叫做印曉威 8月28號當天 印曉威也是準備要出國嘛 所以法院到底是不是民進黨開了 不是嘛 明明跟你這個民眾黨 跟國民黨都很好嘛 這第一層意義 第二層意義是什麼 這個柯文哲民眾黨 在裡面大家都說 這個柯文哲是素人參政 鼓勵所有的民眾呢 都可以來加入民眾黨 那辦海選等等之類的 但事實證明 這個民眾黨就是柯家黨 就是柯文哲他們家 包含他的這個基金會 他的這個協會等等 全部都跟柯家有關 第三層意義是什麼 這個何瑞英女士 就是柯媽媽 正式成為民眾黨裡面的一支派系 裡面除了黃珊珊 除了黃國昌等等人之類 你看因為一個橘子 我們知道說 他就是何瑞英的遠親 他也是柯文哲的遠親 所以他在整個柯文哲的 不管是台北市政府裡面 或在民眾黨裡面 他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甚至於有人稱他是什麼 地下黨主席 就是柯文哲 你要跟他面談任何的事情 你必須要去跟這一個橘子 先談過 包括卓冠廷議員 他跟柯文哲有這個相關的 一個訴訟在 打訴訟嘛 當時冠廷就跟我分享 他說柯文哲一次都沒有到庭 完全都沒有到法院上面 不敢跟他面對 但是他當時派了一個誰 當時派的就是這個橘子 橘子到法院上 所以卓冠廷跟他交手過 卓冠廷跟他在法庭上交手過 而且橘子在法庭上講了什麼 柯文哲的所有事情 柯文哲對誰有情緒 柯文哲不喜歡誰他都知道 結果當時卓冠廷他們的律師 就問這個橘子說 那他跟陳佩琪吵架 會不會跟你講 結果橘子就語色 他就不敢講了 那卓萬廷甚至於想問他一句話 就說 你從柯文哲 從過去到現在 有哪一件事情是你不知道的 後來是因為橘子的律師說 這個議題不能在裡面討論 所以當時他才沒有回應 所以你可以看到橘子 他這個在柯文哲的整個授權之下 包含在法院上 包含面對市府的各層級的官員 或者是跟民眾黨裡面的人士在交手 其實橘子都是佔有一定的分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眾黨裡面的派系 柯媽媽的派系絕對是最大的 因為柯文哲最聽的女人的話 就是柯媽媽的話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橘子現在的整個事情 被爆發出來 結果大家說柯文哲的這個秘藏 都是橘子在管 橘子現在人又在日本 我覺得呼籲剛剛余將軍講的話 真的橘子如果你覺得你坦蕩蕩 你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柯文哲的這一切跟你完全無關 那你趕快從日本回來 你趕快向司法交代清楚 告訴全台灣人民 其實你跟這個案件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這個橘子他的角色 真的是非常吃重 剛才講到這個算是柯文哲的遠親 這也是柯媽媽公開承認過的 說到柯媽媽是不是 我們溫大哥要來幫我們補充一下 因為這位橘子從今天開始 真的大家都在找他 包括柯文哲的前幕僚 柯玉安他有說 這位許芷瑜就是橘子 他的八卦 其實柯文哲的前幕僚覺得說不算 怎麼樣講 因為橘子是柯媽媽的遠親 讓他可以從2018年一個無業的柯粉 晉升成柯之下黨之上的貼身錦衣衛 甚至吳靜宜還爆料說柯文哲 其實過去想過喔 企圖想要將他培育成第二個蔡壁如 過去大家在說的地下市長 動作時之前大家說那是蔡壁如嘛 就沒想到現在橘子有所謂地下黨主席 這樣子的稱號 請教一下溫大哥柯媽媽橘子 哇 真的兩位這樣子遠親的關係 我們到底該怎麼樣來解析呢 這個橘子好像最近才冒起來 但各位要瞭解在政壇提到橘 第一個想到應該是親民黨 因為橘營嘛 所以我對於柯家啦 當然他的遠親近親不是很清楚 但柯媽媽本身事實上 小孩大小 柯媽有時候在講電話 那個柯文哲大家說的嘛 柯媽媽也有刀 他說電話拿起來 先放在旁邊五六分鐘 一一念耍 大概五六分鐘以後 大概進入主題 柯文哲才開始聽 他是這樣跟他媽媽互動的 變成一個SOP 就說你頭上一定熟熟念五六分鐘我就放在旁邊嘛 到時候要講主題才開始聽嘛 所以可見有代溝啦 因為畢竟小孩大了嘛 你說他六十幾歲了 又叫他什麼都要照理案案不走 那不可能 但是呢 整個案情看下來 講這個話啦 大概柯文哲大概 大概他大概也沒有 沒有想到說事情會變得這麼複雜 就是說為什麼調查 大家能夠把他的這些所有的人脈 包括遠親近親啊 或者是閨蜜啦 乃至於什麼的 通通抖出來 事實上 這個都是錢在作稅啦 如果今天沒有那麼大筆錢的話 說我不好意思啦 你沒有人要幫你收 就是因為你掌握了一個 算是市政府 或者是一個檔機器 這個檔機器現在感覺 你如果看媒體的報導 講實在話 我們過去一直在說 要追究這個黨產 黨產追追追 搞了老半天 現在黨產變成 國民黨大家都忘掉了 反而都是民眾黨 民眾黨的好像很有趣 而且更好像 而且錢放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因為柯文哲會用人嘛 對不對 有些人說他會用人 當然我們看他過去 常常以他雍正皇帝字句嘛 每天早上開軍機處 就開始匯報 七點半就開始 然後每一個人都要根據他的 如果不聽 在他八年市政府任內 一百一十三個被他file掉 但是這一種數據 我想大概是創台灣自治之上的紀錄 但是也可見他剷除一級 剩下旁邊的 特別是到民眾黨成立之後 我發現他旁邊的人 講實在話從新竹來的不少 那局勢到底是從新竹 因為柯媽媽小時候是在主動長大 那主動長大以後再到新竹市發展 所以到底他的那個眼親親到什麼程度 主要我想應該是杜聰明這一戲 因為四出名門嘛 大家提到杜聰明第一個想到就是 臺灣第一個醫學博士 也是高雄醫學院的創辦人 有口戒備 對不對 所以杜聰明的獎學金 即使柯文哲沒有領到 但是他的後人 居然還會寫一個字句 證明說柯文哲常常來 所以我們私下有給他錢 來給他多包裝 但是我看柯文哲成立民眾黨 之後的旁邊 李文哲那個就不用講 李文哲跟他熟的程度可以讓你理解到 在他們高中的時候 禮拜六 禮拜天 李文哲幾乎多到柯家 跟柯文哲睡在一起 形同兄弟 反而柯文哲有一個親弟弟 他從來不提 所以跟李文哲真的高情很好 所以這個高伯 當然李文哲後來是大同工學院 然後他進入科技業 我那時候有聽柯媽說 在科技業好像沒什麼發電 所以2018就加入了事務團隊 事務團隊以後就開始變成 也不能說地下市長 但林周明把他形容得很惡情惡狀 那因為已經得勢了嘛 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什麼選舉壓力 如果說第一任市長的時候 柯文哲可能還有所節制 第二任上來的時候豁出去了 沒什麼顧忌了 對 所以接著人性 因為柯文哲在第一任的之前 我們看他 要再勾勵勾勵 實際上大概上任大概100天 就已經原形畢落 慢慢讓他露出本性了 他發現掌握權力以後 權力的滋味他藏到了 所以特別是 後來他發現更快的辦法 並不是跟這一些傳統的這些政黨 跟這一些選民或什麼的 他是跟財團直接的 這樣就比較快了啦 對 因為我特別這兩天仔細看了這一本《異想》 這個《異想》就是沈慶津 經華城十五年來 他所有的歷程 這裡面透露他曾經三次平臨破產 但是他後來發現一個竅 有土是有財 我只要把經華城 把這一塊地 當時的唐龍鐵工廠 那時候還沒有開發 可以看得出是一個處理地 他就投下了十五年 慢慢耕耘 然後各位看到現在所謂的這個 他的那個什麼陶 陶主議員 陶主議員事實上前身叫亞太會館 他蓋經華城也罷 蓋亞太會館或陶主議員 事實上你如果仔細看 他屋頂上都有直升機停機坪 台北市沒有一棟 除了華市以外 你說台北市找得到說 屋頂上蓋停機坪的 我們大哥 不好意思 他剛才說到陶主議員這個部分 跟橘子毛關的 因為柯文哲在陶主議員 橘子是有哪裡去的 這個部分很精采 我們稍微睡一下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來追蹤 四季線上精采的